電視機面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微軟技術捷運 今天已經來到了第五集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如果我是一位 Open Source Software的開發人員 那我會需要哪些資源 哪些工具來幫助我在開發路上面走得更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會以NodeJS為例 那我本身會用NodeJS來寫CheckBot 做我的SiteProject OK 所以我用我本身的經驗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可能會用哪些資源啊 用哪些工具 好 那NodeJS我相信大家對這個都有一定的了解 那JavaScript除了可以寫前端以外 它也可以寫後端 OK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程式語言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都會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套件的管理 我們現在不可能自己造車 造輪子 OK 那甚至是造原料 所以 基本上我們會在做開發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到非常多別人做好的套件 那在NodeJS上面 它有一個工具叫做NPM OK 那它的全名叫做Node Package Manager OK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好 那我現在就來為大家做一個非常非常快速的NodeJS的簡單介紹 OK 那其實老話重談就是安裝環境其實是最簡單的步驟 那通常都是上官網看一下 那如果是Windows的話就是直接上NodeJS的官網進行安裝就好 那我現在這台電腦上面已經安裝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目前的版本 那我就Node的版本 那目前的版本是10.9 那剛剛也有講到NPM 那只要裝完Node.JS之後 它NPM就會水負 OK 就是強迫贈送啦 不過你也是必要的 OK 所以就是免費贈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NPM的版本 那它是6.2 好 好 那我們確認完環境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來 新增專案 那我先展那個資料夾 那我的桌面不會那麼的肮臧 OK ExampleE xanpleE 然後再切到Example裡面去 好 那做完這些步驟之後我就可以開始出生號的轉案 我就key一個指令叫做mp início 出生號轉案 那按下enter之後 它... 它其實也有類 它是一步驟一步驟去問 例如說你這個 Package明明書要叫什麼 那關號後面就是 就是 預設 如果 如果沒有問題就直接按下enter OK,那你版本是什麼 那例如說秒數 我就直接打今天的日期 OK,你的 Entry Point 然後等等相關的 那沒有問題的話 它就會給你看一個 看你這樣的結構是不是正確 沒有問題就一樣按下 Enter 沒有問題,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OK,你可以看到裡面 只有個檔案叫做 package.json OK,我們來看一下 OK,所以它就是 其實就是剛剛說 它問我們的一大堆資訊 有沒有,問我們一大堆 例如說你的名字叫什麼版本 它描述,是誰 好,那 NPM我們剛才也有講到 它其實是一個管理套件的工具 所以例如說我可能想要用 jQuery 我們平常可能就是去 KidHub上面下載 jQuery 回來放在自己的資料夾 然後再輸入入鏡 OK,那在這個 這邊就不太一樣 你就可以直接 npm install jQuery OK,那它就開始去 去從網路上去下載 OK,那它會改變了哪些東西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它多了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 node modules 一個是 package lock.json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Norma 970 它就是把 jQuery的檔案下載回來 有沒有,在這邊 好,那 package lock 它其實 記錄了更詳細的一些 package 的相關資權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範例 就是我用 express這個 http server 來透過 node.js 來直接 run一個 hello world的網站 OK,所以那第一個步驟 我就要安裝 express 所以就是npm install e-express 好,減減save OK,那減減save就是要把它存在本機端 OK,那剛剛也有講就是我們不可能會閉門造車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一行 它其實總共加了48個 package 進來 也就是說 express其實 depend其他47個 有沒有,所以其實到現在已經不可能要自己造車了 那我們剛剛看完簡單的操作以後 大家應該會發現我們剛剛螢幕上有一個 IDE,也就是說開發工具 OK,那這個IDE 比較奇妙的是它不是 Visual Studio 它叫做 Visual Studio Code OK,它雖然說名字很像 但是它們其實幾乎完全不一樣 OK,它是透過Electron開發的 所以說它是跨平台 不論你是用Mac,Windows, Linux,全部都支援 那它也是現在GitHub上最熱門的專案 OK,那它的STAR,Polyquest,issue 都是非常非常的活躍 所以不用擔心說你可能遇到問題怎麼辦 遇到問題,直接上去開issue 一定會有人幫你解決 會有人回答你 那如果你覺得缺少什麼功能 你可以自己做 那你Polyquest給它 沒有問題它會幫你Merge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OK,那我還是要來介紹一下 Vidio Studio Code 它到底大概是怎麼運作 OK,怎麼使用 OK,那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回到Vidio Studio Code 我們來新增,直接新增 index.js 那因為我們剛剛在新增專案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一個東西叫做 Entry Point 那我們剛剛是用預設,就是 index.js 那如果你想要換別的名字 就在這邊修改,例如說是 app.js 等等 好,那我現在就把ExpressRequire進來 OK,那把ExpressNewTool來 OK,那接下來就是做我的網頁設定 例如說 app.get 然後路徑是根目錄 然後 function 有 request 跟 response OK 那我這個 response要做的 當收到這個的時候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送一個叫做 hello tech.nrt OK 那我把我的 網頁設定完之後 我現在就要設定我的 Web server要listen哪一個port OK,例如說 3000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 加一個listener 就是說每次收到當其中成功的 成功其listen的時候 我就要來log一下 例如說 start 好 那基本上 非常簡單的一段程式 就這樣寫完了 那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開啟 VS Code Terminal 直接執行 OK OK 你看到它已經開始listenpose3000 我們來直接開網頁 有沒有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Hello nrt 所以你看 因為我剛剛 這邊打的目錄是寫線嘛 那所以我可以再隨便多一個 例如說 可能要叫 test 好了 那就 然後再重新啟動 然後就這邊寫taste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 NoteJS是非常非常簡單上手 純交替書的寫法 OK 速度也很快 OK 那我們剛剛介紹完了 開發工具以後 還是回到一個勞問題 我要怎麼學習 我要怎麼上手 OK 那我還是要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微軟出的服務 叫做Microsoft Learn OK 它是一個完全免費 而且線上的服務 OK 那在這裡面 它有一堂課程 就是教你如何使用 NoteJS DarplayExpress 來做開發 OK 好 那我們剛剛也看完 Microsoft Learn 那接下來我就不得 也不是說不得不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身為一個 Open Source的開發人員 一定要知道的東西 GitHub OK 我相信大家絕對都聽過GitHub 那有的人可能還沒有使用 不太會知道 不太知道怎麼使用 沒有問題 沒有關係 我現在就來跟大家講一下怎麼使用 OK 那GitHub它其實 有很多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 它是可以拿來存放code 它透過Git的方式 那讓你可以去做程式碼的板控 OK 除了做程式碼的板控以外 你還可以開一個個人頁面 OK 針對你這個專案 開一個個人頁面 OK 那還有的話 就是你可能 程式都會有bug嘛 這個肯定是百分之百逃不掉的 OK 開發人員宿命就是如此 很可憐 所以你一定會 一定想要去抱怨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到issue 那 Open Source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ulture 重要的文化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貢獻 OK 所以 大家做貢獻的方式 就是透過Pol Request Pol Request 那最後 還是 老話重談 就是我們都是在本機上做開發 我相信本機一定滿足不了開發人員的慾望 我們一定會希望把我們的服務 開放給全世界的人使用 OK 那我在這邊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Azure Web App 這個Path 服務 是怎麼讓開發人員可以很方便的 把你的網站服務搬上去 好 那我現在就來為大家介紹一下Azure Web App 但是 在這邊其實就有點不一樣 OK 那因為 Web App它除了Windows以外 它其實也支援了Linux環境 那我現在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Linux環境的Web App OK 那現在我就直接新增 OK Web App OK 那我們就直接給它一個名字 20181019TTT OK 那我這樣 Resource Group 我就選現有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支援了OS 由Windows跟Linux 所以我就是選Linux OK 那這邊簡單來講就是你要Rung的是Core 還是要Rung的是Container 那Service方案 那最後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要Rung哪一種程式語言跟它的版本 它其實在上面都有 你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所以像我剛剛是Node.js 所以我可能這邊就選Node.js OK 那沒有問題 我就按下建立 那在建立完之後 其實Web App 除了OS不一樣以外 其實它剩下的操作介面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回去看第四集 就簡單介紹一下這一個部分 所以像剛剛講的 今天看到完全就是一模一樣 除了OS是Linux以外 剩下的真的幾乎就一模一樣 當然 在Linux上面有些功能可能就是 上Web還沒有 OK 所以就可能就暫時沒有辦法 OK 但是剩下的其實完全的一模一樣 但是做了一個好東西 就是它提供你SSH 那我們剛剛也已經介紹了Adroid Web App 那但是有個問題來了 我們每次 發新版的時候 到自己手動嗎 你們不會覺得這個方式有點 浪費時間有點笨嗎 OK 所以那我在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Adroid Web App Service 它其實提供了你吸愛吸低的功能 而且是免費的 OK 你不用付任何一毛錢 你就可以做到免費 那甚至你可能有私人專案也沒有問題 OK 因為你可能有一些像可能是 有些其他的服務 可能是如果你是私人專案 可能就要付錢 OK 那但是Adroid Web App Service 它的收費方式是 只要你的team member在五個人以下 它就是完全免費 OK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要付錢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Adroid Web App Service 到底是怎麼跟GitHub之間做整合 好 那針對Adroid Web App Service的Live Demo 這部分 我就給大家 Demo一個部分 就是Build Live的CICD OK 那我這邊已經建好一個專案 叫做2018-1019 那裡面其實什麼都沒有 都是空的 它也沒有Call OK 我一要用它的功能就叫做Piteline 好 那我就來點選一下NewPiteline 好 那當然它 它提供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Source來源 那預設就是 Azure DevOps裡面的Report OK 那問題是我 我站在OpenSource的角度來想 我最愛的還是GitHub 所以 我的Call都還是放在GitHub上面 好 那GitHub上面 第一個它是需要你去做OOS的登入 那去驗證你的存取圈 這樣它才有辦法去存取你的 GitHub底下的所有的Repository 那我現在已經登入完了 OK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我就是要選取 我要針對哪個Repository去做Ci OK 那這邊就會列出我所有的 當然你可以做搜尋啊 那 小地方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 記得要點選 loadAll 要不然它其實沒有列出所有的 那我這邊就直接用搜尋就好了 還是要 還是要 loadAll OK 好 那我選完之後 沒有問題 你就直接按Continue OK 那它就會問你啦 你是哪一個類型的專案 你可能是 Android OK 你可能是Duck的 OK 它針對DuckContent有support Python啊等等 Ant 那也有Go OK 其實都有很多 OK 那我這個是H3.NET Code 所以我就直接 applyH3.NET Code 好 那因為我只是要跟大家 demo一下 Ci的部分 就沒有要做CD 所以我就不publish了 OK 我就把publish的部分 remove掉 OK 我只要做 build跟test OK 好 那其實到了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步驟就非常簡單 第一個 有一個trigger OK 想要問的是 你是不是每一個committer 都要去做一次build OK 所以你可以去選擇你的branch OK 你可以去選擇branch 不同branch 可以有不同的規則 OK 那或者是你的pub request 也需要 OK 那甚至是你的dailybuild 都可以 OK 那我這邊就直接這樣 選擇每一個committer committer都要 就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 好 那再回來task的部分 OK 那task其實就 這邊設定其實就 就沒有太多需要做修改的地方 那沒有問題的話 就按下save的queue OK 那這邊有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就是看你要把你的build的環境 是要放在哪一個地方 它提供你的 這個是windows 那這個可能是 這邊就寫了 linux跟macOS 那甚至有ubuntu OK 那我這邊就是用預設linux preview OK 就直接save 那我們就可以點開來看一下結果 好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build就完成了 確定都沒有問題 那你的restore啊build啊 甚至test都沒有問題 OK 那所以就是很簡單的完成了一個CICTL的工作 那好使用這個的好處就是如果你是Pirate Project OK 也是沒有問題 那經過剛剛的講解 我相信大家對open source的開發人員之路都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那我也希望可以在Github上面繼續看到大家的貢獻 謝謝大家 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